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从前在京城有一个非常漂亮的女子叫金云 因为家中兄弟姐妹众多 在她十岁这年被父母卖到督察室梁自清府中为婢女 金云十五岁时已经出落的亭亭玉丽 粗布就上也遮挡不住她的光芒 来往督察府上的客人都开始打她的主意 梁自清很是恼火这些人的言行 话说在美帝人天天见也会产生审美疲劳 金云十岁就进了督察府 梁自清天天面对自然没觉得有什么特别 但别人说得多了 她才仔细地打量金云 这一打量也让她动了不该动的心思 她心中盘算着我家的婢女 怎么能便宜了外人 于是把原本负责政听的金云调换到了内宅 还给金云赏赐了一些美服首饰 让她天天穿戴给自己看 金云虽是婢女 但没有攀富贵的心思 她只想找一个情投意合的男子过一生 所以她对于自家老爷的这种做法比较反感 对五十来岁的梁自清更是没有半点想法 金云每天谨言慎行 依旧穿着粗布旧上 素面敬严地干着自己的粗活 这天梁自清回到内宅 看到金云并没有穿戴打扮 觉得很奇怪 哪有女子不喜欢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的 于是上前问道 云儿 老爷赏赐你的东西不喜欢 老爷赏赐的东西太贵重 都是太太小姐采用的 云儿只是婢女 应当做好自己的本分 不敢越举 金云不卑不亢地回答 那老爷就收了你 给我做欠 跟着我穿金带银 吃香的喝辣的 再也不用干这种粗活 如何 梁自清一边说 一边伸手去摸金云的脸 吓得金云连连后退 嘴里不停地说 云儿是苦命人 只能干粗活 不配伺候老爷 梁自清一听 这是不愿意啊 历史火冒三丈 既然你给脸不要脸 那我就把你卖了 卖给一个比我更老更丑的人 看你还傲其不 说完也不再理睬金云 妈妈咧咧地走了 金云站在原地 感慨自己命运的悲催 眼泪无声地流下来了 这时站在旁边的一个匍匐 很没眼色 还在劝说 云儿 你跟了老爷也没什么不好 至少不用干这种 又脏又累的活了 你觉得好你去呗 我反正不稀罕 金云没好气地回道 我没有你这么好的脸蛋 达官贵人看不上我 金云也懒得理他 他情愿自己没有这张好看的脸蛋 可容貌是父母给的 自己又能如何 接下来的几天 金云一直忐忑不安 直到这天管家通知他 老爷把他卖给了御史大人崔丽 他才知道老爷言出必行 真的把他卖给了一个又老又丑的男人 金云是见过崔大人的 那时候他在正厅时 崔大人经常来府上 每次来那双色咪咪的眼睛 就没有离开过他的脸上 身上 那时候也是他跟老爷说的最多 老爷才会注意到他 金云知道 崔大人可是出了名的色鬼 快六十岁的人 家中已经有了六房夫人 脸上的皱纹都能夹死蚊子了 还在这里寻花问柳 祸害自己这种如花似玉的女子 金云不想去 可他也不想再良府当妾 没有退路 就只能硬着头皮往前走 走一步看一步 他还没有思索清楚该怎么办时 崔府的轿子已经来接人了 他被管家匆匆忙忙地送上了轿子 一路上都没有找到逃跑的借口 他就这样被抬到了崔府 安置在后院 崔府比良府更大 更气派 后院中还有一个很大的池塘 旁边绿树成荫 金云一边往里走 一边观察着周围的地形 进了这种深宅大院 想要逃出去的几率为零 看来只能想一想冒险的办法 金云刚到房间 就进了一个婢女 朝她失礼说 七夫人 我叫小娟 是老爷让我来伺候七夫人的 金云听到七夫人这个词 感觉很渣儿 看着比自己还小一些的小娟 她只好脸哄带骗地说 以后没人是你就叫我姐姐吧 这样听起来比较舒服 小娟也是一个单纯的孩子 看着自己的主子这么和蔼可亲 高兴地点了点头说 是 姐姐 你有什么吩咐 你陪我去花园走一走吧 我想熟悉一下崔府 金云想出去寻找机会 只好这样跟小娟说 小娟陪她在花园里转了一大圈 此时正值午后 阳光有点烈 不过走在林荫道上 微风吹来还是很疑人的 大家都在午休 院子里几乎没有人 这时金云来到池塘边上 一个想法在她脑中萌生 现在与其活着过这种憋屈的日子 不如兵型险招 也许能死李逃生 主意打定 她对着身边的婢女说 小娟 起疯了 你回房间帮我拿件衣服吧 我在这里坐一会儿 小娟听话地离开 看着她走远 金云从庭廊上一跃而下 掉进了池塘中 因为她打定了死的主意 所以没有挣扎 而是灌下了大口大口的水 等到小娟返回时 发现金云浮在水面 她才惊呼着大叫 七夫人落水了 来人呀 小娟的声音惊动了整座宅院 几个男仆赶紧跳下水 把金云救了上来 这时崔大人和六房夫人 也陆续赶到 崔大人一看自己向往已久 好不容易才买到的妾 还没入洞房就这样淹死了 心中那个气呀 冲着小娟大喊 还不去找大夫 小娟才忙不连迭地跑去请大夫 其他人也惊慌失措 这时还是大夫人比较沉的住气 她是崔大人的原配夫人 快六十了 这些年一直吃斋念佛 她是最反对崔大人一直内窃的人 可是崔大人位高权重加上好色 她的话也人微言轻 这些年只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她走过去 踏了探金云的鼻息 感受到了一丝微弱的气息 但她转过身对崔大人说 老爷 人已经没气了 你看看多晦气 还是早点让人扔了吧 崔大人虽然惋惜 但她也不是一个为女子伤心难过的人 只要她想 有的是漂亮女子给她做妾 于是朝下人招了招手说 赶紧扔到山上去吧 别让梅月留到崔府 既然老爷发话 下人们不敢怠慢 赶紧用破席字一果 抬出去扔到了后山 几个人头也不回地走了 于家明是个游医 那天她正好路过崔府的后山 看见有个破席子扔在地上 她本能地想绕着走 可她刚走两步 却听到了微弱的喘息声 作为一个大夫 救人是第一职责 她转过身掀开席子 发现金云根本没有死 只是水呛多了 人昏迷了而已 她一番按压失救 金云腹中的水终于吐出来了 憋住的那口气也出来了 她睁开眼睛看到一张男人的脸 吓得她一咕噜就爬起来了 紧张地问 你是谁 于家明见她醒了 而且是一张绝美的脸 出现在她面前 不由得有些愣神 金云看了看四周 才发现这里并不是崔府 而是在山中 不由地问自己 我这是出来了 于家明有些听不明白 但还是解释说 别人都已为你死了 用破席子裹着 扔到了这里 是我路过救了你 金云这才发现旁边的席子 他一会儿哭 一会儿笑 情绪很激动地说 我终于逃出来了 我终于摆脱了那些好色的老头 我终于自由了 于家明看他这样 以为他有病 强行拉过他的手枕脉 这才发现他没病 只是情绪过于激动 于是他拉了他一把说 你呛了很多水 不要太激动 有什么话慢慢说 金云这才慢慢冷静下来 坐下跟于家明 道出了这些年的委屈和苦水 于家明很同情他的遭遇 就问道 接下来你打算怎么办 金云摇了摇头说 不知道 你现在身体还需要调养 正好我是大夫可以帮你 要不咱俩结伴而行 一起离开这个地方 于家明试探地问道 也行 先离开这里再说 说完 两人一起翻过这座大山 去往了另一个地方 三年后 在一个不知名的县城 于家明开了一家医馆 而医馆的老板娘 正是死里逃生的金云 好了 今天的故事分享就到这里了 希望听完我的分享后 您会有所受用 如果您有什么意见 欢迎在下面留言讨论 我们下次再见 请订阅先订阅